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數位黑膠兔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Cine-Eye史出的無線塗傳系統 那它別於一般無線塗傳系統 是它產品的本身其實不是一個發射器接收器 而它是把訊號發射成藍牙Wi-Fi以後 同步傳到手機APP裡面去做連線 那一次可以直接對應到三組 那我們現在就簡易開箱跟大家實測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盒裝打開 打開來看以後 這一個是本體的Size 7非常的輕巧 那它側邊的部分 這邊有個HDMI的印的訊號進去 然後旁邊這邊有個Type-C 就是它可以直接用Type-C做供電的部分 那啟動前就先把天線打開 然後這裡有燈號 電池的燈量燈號顯示 OK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啟動 這邊會直接就顯示燈號 就表示說我們目前還剩下多少的電力 那啟動之後 那啟動之後 我們這邊直接切到APP這邊 從APP的畫面 我們把它點進去 他們家自家有出穩定器 那這邊也有Size 那我們要進去之前 我們先到剛剛原本的設定端 在Wi-Fi這邊 然後尋找Size OK 這邊就回到相機端 我就直接把相機的HDMI 接入 然後這邊點到Size上 OK 那我們這邊就回到APP OK 進去了以後 這邊直接選進入主畫面 然後這邊有個開關的訊號 我就直接選打開 OK 畫面就直接丟進來了 那我們之前透過官方這邊測試說 它的Delay延遲 大概會介於150ms到200ms之間 然後同時可以連線三部平板跟手機 也就是說你只要有APP的 那可以同步在狀況下去做連線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APP這邊 基本上 選單裡面進去以後 基本的開關嘛 我們常會用到的 然後接下來是 顏色的調整 跟色彩的調整 調節 然後回到這邊是對焦點 有合焦的部分它就會顯示紅色 然後尾色彩 一些基本的數值參數應用 讓你可以在裡面做對應 很便利的 大家其實如果說今天這個畫面 不一定很可以延遲 那如果說你只是想要很快速的 讓你的客人 客戶 或是讓你朋友 可以清楚看到這個畫面 那這樣子其實 一邊拍攝 那這樣子對大家蠻有信心的 OK 那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實測 我們就直接手機 然後這邊對著Cine Ice 那我們在 蘇維蕭蕭兔逛一圈 我們請小幫手幫我們拿一下手機 看一下畫面怎麼樣 OK 好 那我們現在出發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簡易開箱實測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產品有什麼不懂的 歡迎來跟我們問 那簡單幾個特色就是 價格很鮮明 那手機APP就可以開箱 那手機APP就可以開箱 可以直接連線 然後操作還蠻簡單的 如果喜歡 歡迎大黑教徒來看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